陪我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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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了岩浆湖边 作者的想法肯定是用船跳过岩浆湖 但我的技术实在不允许这么高难度的操作 所以嘛 技术不够 特性来测 我在调入岩浆的前一秒退出游戏 利用筹开后三秒的无敌时间 成功渡过了岩浆湖 来到了一个三维迷宫里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藏着物品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里面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块原石和一块闪长岩 随着物品逐渐增多了 思路也渐渐明亮 木腕、蘑菇和湿车菊 是合成迷之炖菜的材料 能提供跳跃提升Buff 用于虾米的跑酷关卡 而闪长岩和原石可以合成岸山岩 加上之前找到的一个岸山岩 正好能够制作六块半砖 应该是垫脚的方块 三艘船是之前岩浆湖的道具 不过被我省了下来 铁轨、压力板、木棍和TNT 再来时还看不明白 后续肯定还有物品 整理好思路 我们继续出发 前面的跑酷我看了一下 感觉挺难的 但我注意到旁边的墙上有一排凸起 为了节省一些时间 我超进落用半砖垫脚 沿着墙壁到达了房间入口 这里倒是非常简单 出口离地面是七格 用六个半砖刚刚好能上去 可问题是半砖被我用掉了三个 TNT肯定有别的用处 仅剩的一个工作台 也不够垫脚的高度 可能坐着也没想到 会有人分墙进来吧 俗话说的好 车道身前必有路 虽然少了三个半砖 但我剩了三艘船呀 我将船放在半砖上 然后右键上船 成功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出口 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拿到了最后的关键物品 矿车 所有的一切都穿起来了 出口离地面非常的远 肯定不是靠电方框上去的 而矿车 TNT 激活铁轨和压力板 刚好能够做出一组炸弹 我们只需要在炸弹上放一个方块 就可以规避爆炸伤害 接触强大的冲击波 飞到高空 随着一声爆炸声响 我如愿飞到了出口 看着身后的机炎和眼前的草地 真的是有一些感慨 这家伙没事不好好玩游戏 竟想些歪门学道的玩意儿 这次越运任务终于是完成了 感谢观看 别忘了点赞 下次再见咯 不不不